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呢,我来修一个尼康的机器 尼康的D810 这台机器呢,粉丝买了一年多 没怎么用,非常非常新 但是呢,它也坏了 算是一个放坏的机器网 那今天呢,咱就一块来看一下 尼康的机器 在不用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问题 就是这台尼康的D810 我们来开机看一下 P档的状态呢,显示一啊啊爆错 按快门呢,反光板能动 用手抬起反光板 然后呢,再按下快门 发现快门没有动 这机器不用快门也会坏吗 拆开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快门坏了 首先拆掉蒙皮 然后呢,拆掉底盖 再拆掉后壳,注意下面的排线 拆掉侧壳,拔掉电容 拆掉卡盖和前壳 再拆掉木镜和顶盖 这就是尼康D810 拆掉外壳的样子 继续拆 拆掉所有的连接排线和固定螺丝 拆下小图体 再拆下固定快门的螺丝 拆下快门 现在能看到的就是D810的CMOS 表面呢,也有一个透镜 都说D810是没有低通的 但是看这个透镜呢 和其他的机器比也没什么区别 还是来看一下快门吧 这快门真新呢 先测试一下快门的机械运动 都正常 说明应该不是快门坏 我们再来看一下主框架上的这个马达 它是带动快门运动的 把快门装好以后 我们用直流电测试一下 如果好用呢 这个马达会带动快门进行运动 但是呢 好像没有反应 看来真的是这个马达坏了 这是个有刷马达 按道理来讲 不到寿命是不会坏的 那我们把它拆下来测试一下 拆掉快门和主板 拆掉卡槽和数据接口 拆下马达组 再把马达从马达组上拆下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达 用手转动马达齿轮的时候呢 感觉非常紧 然后我们再用直流电带动这个马达 能听到噪音很大 那下面我们就把这个新的马达 给它装上测试一下 我们用直流电测试一下 这个全新的马达 和刚才的比区别还是很大的 继续安装 再用直流电测试一下 快门运行正常 装好测试 装好主体和主板 装好顶盖和前壳 清理指纹 装好目镜 装好后壳 全部装好测试一下 机器在P档下拍照正常 没有报错 问题排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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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